问问你们俩情感上的事 因为这个事 肯定会对感情有影响 影响大吗 我想问的是 太大了 所谓太大是什么 就是我们俩已经认识两年多了 从我们俩刚认识 我父母就把婚房背下了 父母就说 你们俩都已经毕业了 这赶紧就把这婚事 就开始着手准备吧 行 明白了 上阵国家结婚 对 我爸 我妈就把装修费也交了 然后什么事都已经给我办理好了 我就想着说 正好我们之前 不是因为这事置气吗 比如说 就借着装修这个契机 共筑爱巢 我们两个借助这个机会 能恢复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 结果人家一点不领情 我把人家带到装修公司 人家说 你爱装成什么样 就装成什么样吧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当时就 心里边确实挺生气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这个是以后 我们两个要住在一起的地方 怎么能说跟你没有关系呢 我为什么就是不跟他选这个装修风格呢 就是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我俩 因为之前创业这个事吧 就是闹得也比较不愉快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时机 我俩感情可能就不像之前那样那么好 那么稳定了 听明白了 我感觉这个不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再加上我觉得确实我还是想做这个捧物诊所 我还是想就是先做一下这个 然后我再去想结婚 姑娘你是觉得他不支持你 就是他不爱你是吗 我不是觉得他不支持我 就是他不爱我 就是我就感觉因为我俩 之前一块就是做这些事也挺开心 为什么到这件事他就这么不支持我 就很不理解 明白了 所以你觉得现在你嫁给他不成熟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从装修公司出来之后 你们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吗 也倒不是 从装修公司出来以后 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 他不想开餐馆 就是想做他那个自己的事 我也能理解 后来我觉得我逼得他有点太紧了 我就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木 就是比较老实 我也不会玩那种虚的花的东西 然后平常也没有给他一些 营造一些浪漫的气氛 我就说我试着去做一些浪漫的事 我们之间的关系能缓和一下 后来我就在家里边布置了一下 然后给他准备一道竹房晚餐 准备了玫瑰花 然后找了一个小理由吧 忽悠了他一下 然后就把他给忽悠到我们家 当时我觉得他还挺感动 求婚一事嘛 求婚 对 答应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跟我说的是 我们一块收养 那个小猫病了 说让我过去看一下 之后我过去看 我当时推开门 我确实特别感动 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然后从来没有送过我花 我俩在一起两年 也从来没有送过花 然后那次就是桌子上 地上都是花呀蜡烛呀 然后我就确实很感动 然后他当时就是担心跪地 他跟我说 他说亲爱的 我想以后一直跟你在一起 挺好 然后他说 我希望咱们今年就去领志 然后明年就把婚礼办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求婚就求婚 还加一个这个期限 而且我本来也跟他说过 我不想这么早就成家 不想这么早结婚 因为刚从学校门出来嘛 我自己心里也不是特别成熟 说实话 我这样如果就这么答应他了 我不但是对自己负责任 对他 对我们以后的婚姻也很不负责任 所以你拒绝他了 对 我当时拒绝他了 那你心里还有他吗 有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同意你开这个宠物医院的话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你对你好 你还嫁给他吗 嫁 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 而放弃你觉得好的感情 是这意思吗 你也不会因为说 他就同意了你开这个宠物医院 如果你们感情不好 你就匆匆忙忙地嫁给他 是这个道理吧 对